新北市林口警分局警员昨天晚间10时许,下驶警车前往林口区文化一路,中校路口处理车祸事故时,将警车停在事故车后方怠速警戒时,突然发现警车冒烟起火,现场警员赶紧使用灭火器抢救并通报消防单位,但警车仍复之一具,警方今天勘验,不排除为基建故障导致。 警方表示,该部自然的警用巡逻车,品牌为中华三菱,2008年7月出厂,里程数16万多,每二个月皆有定期保养,最近一次保养时间为今年2月22日,目前已将车辆拖回保管厂,不排除为基建老旧导致自然。 详细起火原因仍需由技师检查理清,突发中心张贵祥,新北报道出版时间10点43分,更新时间12点08分,看了这则新闻的人,也看了,追杀画面曝光,经见赖喊别人宝贝汉女持刀刺杀劈腿男友撞击画面曝光,校车撞阿里山小火车三人商送一离谱,北市警种大麻还收惠帮毒贩查各资警车处理事故时突然自然。 消防人员获报前往抢救,翻射画面警车引擎部分严重回损,翻射画面警方将车辆拖回保管厂调查自然原因,翻射画面技师初步查看不排除为基建故障导致起火,翻射画面抢当好评友宜会员快注册免收费,不注册会后悔,快点我注册https冒号双斜-tw.adai.ly-ml924upcsup. 关键自领口分局警车自然下载台湾苹果日报APP有话要说投稿及时论坛